本期小猪价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西芹草凤尾虾 先来筹理一下虾仁 这虾活的买来把它冻死掉就好剥一点 虾剥到我留尾巴这一节不用剥了 虾仁已经剥好了 接下来开背 开背的时候也开着尾巴那里一节 虾仁完整理好以后 接下来把它清洗干净 我们来虾仁上个姜 腌制一下 加点胡椒粉 料酒 来一小勺淀粉 把它搅拌均匀 再来一点色拉油锁住它里面的水分 再次搅拌 搅拌匀以后我们先放一边备用 来准备几个西芹 把西芹切斜刀 或者是切人形块也可以 食材准备好以后 我们烧点开水 把虾仁焯一下水和西芹 先来焯一下西芹 锅里加点油水里面 再把西芹加进去 西芹加进去焯一分钟就可以了 焯着断生 好 现在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把焯西芹的水直接我们把虾仁倒进去焯一下 现在虾仁也好了 把它捞出来 弄起锅加油 爆香料头 下落虾仁 再把西芹也加进去 接下来我们调味 接下来我们调味 加点盐 胡椒粉 再加一点点料酒 加点鸡精 要开大火 蒙炒 这样炒出来的西芹会比率 出锅前 加点虾油 关火出锅 好了 今天这道西芹炒 凤尾虾就完成了 而且做法简单 好吃又好看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